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农村再生二零,高雄跨域规划出山剑群月,绿钻石项链和二的双八三条,主题轴线,发展农于村深度旅游,主办单位成功大学都市计划系,今天下午在岐山糖厂发表成果,并以各社区食材制作茶点拌桌,令人食指大动。 成大德纪系助理教授张秀慈表示,水土保持菊台南分区为推动农村再生二零政策以跨域与区域亮点为重点推展,跳脱以往单一社区的经营模式,为推动跨域的发展规划出三条主题轴线,分别是以永泉及水镇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山剑群月轴线, 以循环经济为主的绿钻式项链轴线,即以二的地形地质为主的二的双八轴线,而串联区域亮点的推展方式之一,就是发展农村的深度旅游。 成大德纪系今年结合大树、七山等社区举办彩线团,带领民众到农村深度旅游,体验在地丰富人文,产业特色,成果发表会除播放活动纪录片,同时安排幸福果实创办人料之问, 保来人文协会旅月如,透南风工作室于家荣等人,分享产地餐桌,手感体验和精疗老街寻访的食物经验。 现场同时端出,旗山区南胜社区荔枝香肠,南京社区香蕉包含香蕉醋,中寮社区肉桂卷和桂圆焦糖棒蛋糕,大树区新田社区绍兴旧酿蛋豆腐乳海绵蛋糕, 和旗山香蕉燕潮金山芭乐等在地食材,另类的农村口味拌桌,令人食指大动。